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磁力产生的因素 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把一个带电粒子 打到磁场里面去 它会产生一个磁力 那第二个因素就是在磁场当中让电流通过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讨论这个部分 我画一个图做一个解释 假设一个磁场它的方向是朝前的 就是垂直这个黑板进去的 那我们放一根导线在上面 那这根导线的长度假设是L 那通在一个电流 这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磁力 那这磁力的方向呢是用 L项链其实就是代表电流的方向 跟磁场方向的外积 所以我们把右手呢对着电流的方向 那对着磁场的方向转 转了以后呢它就会有个磁力 是往左边的 对这是会就会有个磁力产生 那这磁力的大小呢 一样它是由电流来做决定 就是电流越大的时候呢 磁力会越大 还有导线的长度 其实也会影响到磁力的大小 它虽然是个长度 可是它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方向呢 我刚刚解释过就是电流的方向 跟磁场的大小 这三个因素呢 都会影响到磁力的大小 磁力的大小 那接着呢 我们用一个这个立体呢 来解释磁力产生的一些作用 大家都知道一些魔术家呢 他们的表演 我们让一根金属线呢 其实可以让它悬浮在空中 那我们就利用磁力的这个关系呢 来探讨 好 因为我们了解 就是现在有个长度十公分 质量只有一公克 很轻 好 一根金属线 假设我们把它摆在磁场里面 那又通上电流 那我们利用这个安培右手定则呢 我们把磁力的方向呢 定成往上的话 它就可以抵挡重力 就是说如果磁力的大小 刚好跟这根金属线的重量相同的时候 它可以静止在空中的任何一个位置 那反过来如果磁力呢 比重力大的话 它就可以变成往上做加速度运动 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其实我们可以设计成一个高速的电梯 高速的电梯 但是设计上当然就可能就要 需要去好的去规划一下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来解决 那要看这个金属线怎么摆 还有磁场的方向 都会影响到磁力 都会影响到磁力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假设 假设这个金属线是这样子摆 好 横着摆 那磁场如果是往前的话 所以我们画叉叉 大家想想看 这个电流要让它从哪个方向通过 好 因为为了磁力往上呢 所以我们知道 假设是电流是从这边过来的时候 好 那L向量如果close B向量呢 磁力会往下 OK 所以呢我们必须让电流呢 从这边通过 好 从这边过来 我这个稍微做一个解释 好 那如果电流从这边过来的话 磁力的方向就一定会往上 那现在我们是要让它悬浮在空中 悬浮的意思就是 它只是浮在空中 但是静止不动 所以根据这个牛顿的力学的解释呢 这时候的磁力呢 势必会等于它的重力 那我们知道磁力呢 它的大小是电流 乘上这个导线的长度 再乘上磁场 那刚好等于重力 Mg 那这时候呢 最小的磁场的意思就是说 它刚好是静止在空中 因为两个高好是相等 那换言说如果你得到的磁场呢 比你计算出来的磁场 要来得大的话 那这时候磁力会大于重力 所以它会往上做加速度运动 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是最小的 最小的是因为 吻合这个标准 它是悬浮在空中的 那我们带进去 所以它的磁场呢 最小的磁场 就会等于重力 这个质量动物要化成公斤 一公克是 10的负三次方公斤 那重力加速度我们用10 不要用9.8 用10比较好算 然后电流呢 是10安培 长度呢 是10公分 公分也要化成公尺 那10公分是0.1公尺 所以乘上0.1 所以很快算出来 最小的磁场是 10的负二次方 就是0.01个T 以上呢 是介绍有关这个 产生磁力的因素 所以我们这边做一个总结 就是产生磁力的因素呢 大致上有两种方法 来产生磁力 第一种就是把带电粒子呢 打到磁场里面去 那第二种呢 就是在磁场里面呢 通常电流 那电流呢 当然一定要经过导线 那我们就用这两种方式呢 都可以来产生磁力 那有关这个磁力的 这个观念的介绍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